为了维护民众的居家生活品质 外向有线电视主动配合大安区城安里的缆线清整工程 原本杂乱不堪的缆线在经过整理之后 整个市容景观都变得更加的焕然一新 原本木板缆线杂乱不堪的墙面 在工程人员的清整之下 把已经没有作用的监视器线路统统给剪掉 在里长李友福的要求之下 大安区城安里内的市容景观顿时变得焕然一新 这个缆线我们整个长安里都是 从我这一任才当选 以前前任里长在我们里装的这些监视器有好几十只 但是就是他拆的时候只是把监视器拆走 这些旧的缆线都没有拆走 所以从三年以前一直到现在 那刚好去公所说有那个经费 请这个厂商来把我们这个里的缆线全部清除 在这次的缆线清整工程当中 外向有线电视更主动配合城安里 进行缆线清整的作业 工程人员即使天空飘着细雨 也不辞辛劳的挨家挨户整理 就是希望让市民朋友能有更好的居住生活品质 差很多这个里面都是在反映 这个架空的缆线就一大堆 因为我们巷子里面都是巷弄 这个里都是巷弄 那这个以前旧的缆线包括第四台的缆线 非常感谢这个大安文山还有万象有线电视 来配合来采取这些缆线 这我跟我们的里面都非常感谢 万象有线电视更配合观传局要求 在清整好的缆线上贴上所属标章 贴心的缆线清整作业 未来只要其他个里里长先向观传局 事先提出缆线清整需求 万象有线电视都会全面配合 中加特别新闻的一如彩虹的